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,短视频成了每天不可少的快餐,每个人时不时的都会刷一会儿视频,因此孕育出了无数的网红。 颜值网红也是无数宅男的首选。 一位名叫惠子的颜值网红,在文化丛中脱颖而出,甚至被有些网友称为网红一姐。 今天让我们来讲讲惠子的故事。 惠子原名刘惠惠,97年出生的一位西安小姐姐。 惠子原来的职业是一名护士,后来因为偶然间接触到视频直播平台,于是辞掉了稳定的职业,成为了一名主播。 在训谋短视频平台之前,惠子就在其他的直播平台混得风生水起了。 他也是短视频平台中第一批引进的主播,官方肯定会在流量和资源上给予优待。 加上惠子前期也非常努力地发布作品,用心积累粉丝。 于是,在加入平台的半年间,惠子就涨粉无数,一跃成为了头部流量大网红。 如今惠子已经坐拥2958万粉丝,作品点三量高达3.9亿。 可以说,惠子是某一网红一姐,真的不为过。 惠子之所以能走红,和她的颜值脱不了关系。 毕竟是一个正经的颜值网红。 惠子的长相非常甜美大气,经常运动,身材超好的她,衣品也超级好。 在她的社交平台上,经常能看见她精致的妆容和时尚的穿搭。 她的标志的微笑也给人一种小甜美的感觉。 加上惠子的舞蹈跳得不错,经常秀出好身材,吸引了很多宅男,成为了很多宅男心目中的女神。 她经常在网上晒出自己的精致生活。 在她的日常中,跑步、运动,吃一个精致的下午茶,食垂了明远无疑。 优雅的惠子以阳光的心态感染着关注她的每一个人。 甜美优雅的惠子将生活过成了诗,精致的让人羡慕不已。 神红是非多,每个网红在红了之后,都会有无数的黑粉不请自来。 有人就扒出了,惠子曾经是默默的女主播。 默默是干啥的,相信老司机们都懂吧? 而且她直播的那几年,默默还没有整改过。 可以说是鱼轮混杂,擦扁球不断。 惠子同样参加过默默举办的足球宝贝活动,还拿到了名次。 不止这样,在后来的直播中,还得罪了世界冠军。 看直播的朋友都知道,主播之间有个活动,叫做连麦PK。 简单说,就是在信定的时间内,哪个主播粉丝刷的礼物最多,哪个就胜出。 礼物是粉丝用真金白银来购买的虚拟货物。 张继科丑聚惠子的世界,就是由此引发的。 张继科当然不是在乎输赢,而是心疼粉丝的钱包。 这种无意义的PK,说白了就是割韭菜。 连麦PK是网红最主要的收入方式之一。 一赏PK下来,少则万把快,多则几十万的收入。 张继科是世界冠军,也是娱乐圈的宠儿,当然不会用这种圈钱的方式来自降身价。 面对惠子的三次浅求,直接无情拒绝。 惠子面上当然挂不住,就在直播间哭诉道,就因为你是世界冠军,就可以这样整人吗? 女女主播梨花待遇,各位土豪大哥纷纷慷慨且能安慰。 于是当晚,惠子很累收下了粉丝50万的打赏。 对此,各位老铁们是怎么看的呢? 好了,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啦。 如果喜欢我们内容的话,大家可以关注一下,有想说的也可以尽情在评论区留言。 咱们下期再见。